Hello 東網的讀者 大家好 我是奧智娛樂的新人Yanki 丁凱欣 以前一直以來入行 我本身都是一個舞蹈員的身份去跳舞 一開始跳舞的時候 就是入TVB做那些 freelance dancer 然後就越識越多不同的排舞師 就參加過很多不同的演唱會 最開心就是參加過 郭富城舞臨盛演的演唱會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ERROR本身自己都很跳 所以在她後面的舞蹈員 其實全部都一定要很厲害 我從五、十六歲左右 這個期間開始跳舞 第二次就沒有特別學過跳舞? 沒有特別學過 因為以前從小學到中學 就很跳跳紮紮的 很多運動都會玩 會跳遠、跑步、籃球 很多很多很多不同 突然啟發到自己不喜歡跳舞 又跳到 因為那時候 剛剛開始網上 會越來越多一些跳舞的影片 那時候我記得 那時候應該有youtuber 經常在youtube按別人 按外國的組合 看到他們跳舞又唱 就覺得很吸引 那時候未學跳舞 會自己在家裡跟著一起動 但當然動得很噁心 就很陶醉 我看到一些人跳舞的時候 很漂亮、很吸引 我又會上一齊 就開始想學跳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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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